除夕往往少不了要吃顿饺子 在海外过年也少不了这道年味 本期节目我们将分享给大家 五种有心意又好吃的饺子像 欢迎来到家蒙小厨房 我是老家 我是老萌 这是我们的女儿 牛 马上就是牛年了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拜个早年 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大吉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一种馅是豆腐虾仁 油豆腐把它切成小丁 大概80克左右 还有用到虾仁 这虾仁就是小个的虾仁 大概是150克左右 这个是我已经切成碎丁的鼻器 220克到250克左右 葱末和姜末 这个你根据个人的口味去添加 下面我们给它调个味 2到3克的盐 1茶匙的鸡精 1茶匙的糖 1茶匙料酒 2茶匙的蚝油 1茶匙的洋葱粉 1茶匙的花椒油 我们先把它搅一下 因为这个饺子馅它不太能粘到一起 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是打一个鸡蛋进去 打1克鸡蛋 你还是觉得不够的话 你可以再往里加1克鸡蛋 或者加一点点淀粉都可以 但我觉得这个我就可以包了 下面我们再给它1茶匙的香油提个味 太香了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二种饺子馅是牛肉炸菜 我们这个饺子馅需要的主料是牛肉 再放一点猪肉馅 猪肉馅和牛肉馅的比例就是1比2 两份的牛肉馅和一份的猪肉馅 然后再放大约一根的杏鲑菇切成小细丁 所有的牛肉馅都加一点猪肉馅 会让它更香 因为牛肉太瘦了 那猪肉会肥一点 还有一个更主要的主角就是榨菜 70克左右 然后辅料就是姜末跟葱末 这个根据个人的口味 大家自己去掌握量 调个味 首先就是料酒1茶匙 1茶匙的花椒油 就是说这个馅我们要多放一个 就是这个花椒面 1茶匙花椒面就可以 然后放一点点盐就行了 因为榨菜本身就是咸的了 白糖1茶匙 蚝油我们还是适当的来一点 应该是去腥提鲜 洋葱粉来一点 还有最重要的香菜泽粉 这个是可以完美的 把肉馅的腥味遮掉 然后它自己的味也会消失掉 搅一下 我给大家介绍了这些调料 大家去随便一个普通的亚洲超市 基本上都可以买到 不是什么特别难找的 这个馅我们在和的时候 如果觉得有一点粘稠的话 就往里再放一点料酒 好 和的差不多了 我们再往里放1茶匙的香油 我觉得这个肉馅放杏鲍菇 比放香菇更有口感 和和开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三种饺子馅 是罗飞鱼肉 在北北超市里都非常容易 能买到这种冷冻的这种罗飞鱼 它是处理好了的 买回来以后就是这样 一个一个小包装的这种小鱼片 然后你把它化冻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了 两到三片就可以了 我们需要的主料就是 刚才已经切好的罗飞鱼丁 把它切成小丁丁就行了 让它还是要有块 不要切成肉末 第二个主料就是小诀窍 往里放一点肥肉 把它打成泥 我这个用讨了个巧 就是我直接用的肥一点培根 然后就是我们割一些韭菜 韭菜是作为像葱花一样使用的 所以不需要割太多 然后来一点姜末 这个馅的第一步一定要注意 是放香油 先用油把它封住 因为韭菜容易出水 香油封住以后 我们给它搅匀 然后调味 一茶匙的酱油 二分之一茶匙的白胡椒 花椒油一茶匙 海鲜酱一茶匙 最后还是要搁一点这个 香菜籽的粉 我觉得搁四分之一茶匙就可以了 糖 二分之一茶匙的糖 调料就这么多 然后可以酌情的再搁一点盐 然后我们把它搅匀就可以了 其实每一个饺子馅都非常的简单 它的小诀窍在于你要用什么调料 去给它进行搭配 好 完成了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四种饺子馅 是培根泡菜 准备200克左右的猪肉馅 200克左右的泡菜 两片左右的培根 把它切成末 然后葱跟姜 灼情放 泡菜的味儿非常重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 咱们放一茶匙的花椒油就足够了 再稍微来一点盐 再补一茶匙的香油 其他什么都不需要放 你怎么不用勺了 用勺我不放心 总觉得霍不匀 做完这个你就可以去摧花了 腊鼠摧花是吗 你要是用眼睛去手 你变成了一个明人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最后一种饺子馅 是猪肉香菜 取大概150克左右的猪肉 这个香菜是多少克呢 差不多1比1吧 差不多 来一点姜末 来一点葱葱 其实可以不用放的 但是姜末我建议还是必须要放 下面我们就给它简单的调个味儿 一茶匙的海鲜酱 香菜泽粉 1茶匙 鸡粉 1茶匙 盐1茶匙 然后洋葱粉适量 糖1茶匙 1茶匙的料酒 实在受不了香菜味的朋友们 可以略过这一段 但是喜欢香菜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错过 给我来点香油 1茶匙的香油 多了 嘴巴没毛办事不牢 还是你比较牢 好 下面的部分就是包 下面的部分是洗手 这个饺子皮我们就不用自己货了 我们就是在超市里买的现成的 因为非常的方便 吃起来的效果跟手感的 自己做的区别也不是很大 这个皮也特别的薄 这个超市里买的饺子皮 它就必须要抹一层水或者是蛋清 你才能把它包起来 就是比较麻烦一点 大家不用跟着我学包饺子 因为我不太会包 我就通过这个视频想证明给大家看 就是不会包饺子也能吃出好吃的饺子 大爷以为你要谦虚吗 我大意了 没啥可说的了 大家都会包 不会包的就用我这种方法 我这种是最笨的 就是这样 捏住我然后两边这样 是最笨的 大概就是这样 我下面给大家进行一下技术总结 第一个馅是豆腐虾仁 我往里面放了鼻气 所以鼻气吃起来就特别的脆 然后又有虾仁 虾仁就特别的鲜 然后又有豆腐泡的口感 又比较像肉 比较有嚼劲 所以这三个放在一起呢 特别的鲜 而且增强了吃起来的层次性 第二个是牛肉榨菜 跟第一个有一点像的地方在于 第二个又有一个特别脆的辅料 就是榨菜 榨菜负责脆的口感 我这个牛肉馅里面掺了一些猪肉馅 是因为牛肉它本身特别柴 然后你掺了猪肉以后 它就没有那么柴了 吃起来的话它的口感会更好 第三个罗肥鱼肉 我采用的这个条线的原理 就是按着那个霸鱼去弄 因为我觉得罗肥鱼跟霸鱼 都有一股那个鱼的腥味 所以为了去掉这个鱼的腥味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放花椒油跟花椒面 这两样东西 然后再加上要往里面 放一点的这个韭菜 这个韭菜起到作用 和葱花是差不多的 但是韭菜它更鲜香 第四个是培根泡菜 它做出来的效果是非常非常惊艳 所以我超级超级推荐大家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馅 这个馅真的是我自己想到的一个 猪肉培根加上泡菜 猪肉香菜这个呢 如果你喜欢吃香菜 千万千万不要错过 这里边又有猪肉的香味 又有香菜的那个香味 这俩结合在一起 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香 如果你喜欢吃香菜 一定不要错过这个 这有可能是你这一生当中 吃过最好吃的饺子香之一 而我的基础总结就到这 你说两句 你再多说两句 感谢观看 下期再见 祝大家牛年大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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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